回到最後一節的新聞 不如我們輕鬆一下上網 看看短片分享網站YouTube 他們招募成員成立交響樂團 本港一個17歲的烤鯨樂手 擊敗全球3,000多個參賽者 成為樂團成員之一 手拔雖然沒有音調 但音量的控制就看出樂手的功架 17歲的黎慧敏就是靠這個手拔 打入YouTube交響樂團 YouTube在去年年底 全球招募樂團團圓 當時黎慧敏就是演奏指定曲目內 敲擊樂拔的部分 拍下演奏的片段擺上網 經評判和網民 在三千多名參賽者中被選中 感覺是世界各地 將自己的音樂在YouTube上分享 而沒有覺得好像在競爭 之前的比賽就一踢過 這次就算錄得不好 可以再錄過 所以就沒有那麼緊張 黎慧敏贏得下個月中 在紐約著名的卡內基音樂廳演出的機會 除了拔之外 還要用另一種樂器 這種中國的烤鯨樂器 演奏的時候可能用不著 但練奏就發揮很大的功用 因為慧敏要打的第二種烤鯨樂器 到現在都不知道是甚麼樣子 只是知道聲音大約是甚麼樣子 所以他就用這個雲耳去代替練 作為樂團裏唯一的香港代表 他說壓力就一定有 但會盡力做好本分 為港人爭光 無線電視機者梁玉慧亭報道 請到達到學校 請到達到學校 請到達到各種歷史